如果把拜登定位为战略清晰 那特朗普就是由拜登的战略清晰 退回到战略的模糊 但是模糊中仍然有清晰的理念 因为特朗普本就是个现实主义者 本就是个利益至上的孤立主义者 他是会讨论成本效益的 台湾能够给美国的筹码 几乎在蔡英文执政的八列 差不多都用光了 例如说台湾人民不想吃的 有瘦肉筋的莱猪 蔡英文开放 台湾要花大钱做凯測 跟美国波音公司买的波音飞机 台湾也买了 美国要台湾配合买许多美国的武器 而且把价格抬高到行情的两倍三倍 台湾也买了 台湾也因为美国 台湾基本把自己的财政纪律都破坏了 台湾现在特别预算的滥用 已经到了银石卯粮 赤字累累在台高足的情况